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可以 去 把碗洗了 你小子是不是又偷这玩手机呢 哦 在看书啊 看书怎么不开灯啊 这样多伤眼睛啊 就不开灯 青春就要叛你 妈 我劝你最后别让我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你敢推我 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我告诉你 你暖和大了 我就知道这孩子还是孝顺的 这烤箭藏着掖着的 烤多少分啊 拍让人看见 啊 99分 这么高 不烤到满分一般 我是不会让你们签字的 这孩子最近奇奇怪怪怪的 检查下书包 妈 你也太不信任我了 我说了多少次了 想看我书包直接问 不用偷偷摸摸的 孩子 妈给你的零花钱 你怎么不花呢 我一不买零食二不出去玩 我要这些零花钱有何用 我就要存起来 等母亲戒的时候给你买礼物 这孩子也太懂事了 真是妈妈的好孩子 别夸了 我收够了 这家表扬太多 谁爱带谁带 我要离家冲走 门禁前记得回来 我趁烦前进回来 假如所有人都是天创座 还有一分钟就爆炸了 快啊 我是天创座的拆弹专家 做选择太难了 你来 我是天创座的人质 一般这种情况 我也不知道怎么选择 咱们扔鞋决定吧 好 扔你的扔我的 扔左脚还是扔右脚 鞋底朝上的话 剪红线还是剪蓝线 鞋底朝下的话 人质不要惊慌 我们来救你们了 我是天创座的营救队 应该破门而入还是敲锁而入呢 从窗户那走也不是没有建立 那么从客厅闯搜还是卧室闯搜 你们不是重点 快来帮选哪根线 红还是来 红还是蓝 红还是蓝 我 我不是抬杠啊 我是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把绑在身上的线剪断了就行 那么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逃跑 还有十秒 我们是电机逃跑还是楼梯逃跑 在客体逃跑还是货体逃跑 还有一种选择 就是 我是天创座的炸弹 我应该物理爆炸还是化学爆炸 应该电磁爆炸还是应该像核弹一样爆炸 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